小狗学叫 从前有一条不会叫的狗 它不会像狗一样叫 不会像猫一样叫 也不会像牛那样摸摸叫 更不会像马那样私鸣 它是一只孤零零的小狗 不知道怎么到了一个没有狗的国家 它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毛病 是别人让它知道 不会叫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缺陷 他们对它说 你怎么不叫 我不会 我是外来的 这算什么回答 你难道不知道狗是会叫的 干嘛要叫 狗会叫 因为它们是狗 它们对过路的陌生人叫 对惹人讨厌的猫叫 对着满月叫 它们高兴的时候叫 紧张的时候叫 发怒的时候也叫 它们白天叫得多 但晚上也叫 也许是这样 可我 可你怎么了 可你怎么了 你这只狗真特别 去去 总有一天你会上新闻的 小狗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批评 它不会叫 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学会 你跟我学 有一次一直同情它的小公鸡对它说 那是小公鸡窝窝窝窝的叫了几声 我觉得很难 小狗对小公鸡说的 不难 容易急了 你好好听我 看我的嘴 注意观察我 学我的样子 小公鸡又窝窝窝窝的叫起来 小狗试着照小公鸡的样子做 那嘴里只发出一种滑稽的咯咯声 吓得旁边的小母鸡都逃走了 不要紧 小公鸡说道 第一次能这样就很不错了 你再试试 来 小狗又试了一次两次三次 都没能成功